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經貿封鎖 是一波接著一波 從一開始的反傾銷PC 到昨天的芒果出口 現在他們對我們的手段 像是擠牙膏一樣 甚至現在說連ECFA 都很有可能會喊咖 現在非常擔心的 就是台灣的工具機業者 很多業者就透露說 其實他們非常擔憂的是 因為中國的經濟現在正在爆雷 所以已經影響到他們產業的事況 如果這個關稅優惠又被終止 這等於是雙重利空 台灣的競爭力會大幅降低 精氣沖刷設定好參數 就能將領組件雕坑成想要的樣子 但如今工具機產業 卻可能成為兩岸經貿下的受害者 中國景氣低迷 已經先波及產業事況 加上中國對台祭出經貿手段 不斷擠牙膏 連ECFA都有可能喊咖 等於雙重利空夾擊 就是因為標準機並非特地產業 獨立生產的機器 所以走大量低成本 而在今年大陸積極扶植當地產業下 台廠本來就很難競爭 若ECFA喊咖就得多上約一成的關稅成本 等於幾乎沒有利潤 那勢必就得提高售價 台湾優勢就會減少 就怕失去產業競爭力影響產業發展 台湾其實近幾年也事先未雨重繆 從2020年數據來看 儘管中國還是首要出口國 但年年占比都在減少 已經來到38% 我們出口到中國的部分呢 是遠遠大於從中國進口的部分嘛 所以我們跟中國的貿易 也是產生了很大的貿易順差 一旦打破的話 那我覺得不管是對台灣 還是對中國 在經濟上都會產生非常 非常可怕的衝擊 即便如此 就怕中國大陸已經全球經濟下行之下 兩岸經貿一斷鏈 對台灣產業來講 永遠都會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